看一下这一体比较特殊一点地方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从上面到下面是 70对不对 那其实你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是可以先画一个 一个中间里面有一个圆 那这个圆的部分呢他应该 他等于是 各位有没有发现他基本上是70 的 多少一半嘛对他的直径其实是35 有没有那另外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你如果说要画出 这边有很多这个不规则形状的话 那你可以画出第2个 这边不是有一个 所以其实这一体跟前面有一点很像 先画出两个之后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发现可是他要能够得到什么呢 第2个 第2个 就这一个 必须要旋转几度 因为有8对不对45 那旋转45度之后他不是有一个 重叠的地方对不对 你就把重叠的地方给他把它删除掉 只留下这一个地方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怎么样做什么 环形正列 就做出来了 应该了解我意思吧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你也可以不做环形正列 你就先做出一个 之后的话 再 把它做 再做环形正列 可是你必须遇到什么问题 会多出很多的线段 你当然可以慢慢修剪 可是太浪费时间 所以这一题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 看一下这一题 第1个的话呢 他这地方是75 的一半是他的直径 直径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35 所以我们dEnter 然后35Enter OK那再来的话呢 一样在这边 四分点 拉到他的中心点 OK 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一个 这一个圆 做旋转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旋转 旋转之后他要选物件 对不对 选物件选他 按空白件 记得旋转点在哪 在这里